根据环球网7月19日报道 与全球最大规模的环太平洋2018同步 中国在18日也在东海展开年度最大规模的大型多 兵种联合作战演习 这次演习区域位于海上 很可能是一场海军主导针对海上目标的演习 根据目前战区主战 军种主舰的原则 组织指挥很可能由东部战区所辖的指挥机构负责 或者战区海军东海舰队的指挥机构负责 大陆的东海实兵实弹演习和台湾的汉光演习 基本上属于两岸之间例行公事般的秀肌肉军事行动 每年大陆都会在东南沿海地区 进行大规模的实兵实弹演习 其中包括空中攻防海上争夺制海权和登陆作战三大块 台湾的汉光演习则主要以抗登陆为主 演习台湾如何在大陆进攻下 进行固守带员的防御作战 虽然是每年例行公事般的演习 但是随着近年来解放军的新式装备下 叫自一般装备部队 各军兵种的武器装备都有了很大程度的提升 而演习思路也从原间的演习向实战化靠拢 最初 只有陆军的出日和年度大演习不设预案 完全凭红蓝双方的真实的作战能力进行对抗 其中 从装备性能到双方指挥员的个人能力 可以说是全方位的 而且 为了增加难度 导演部还经常不按套路出牌 比如突然复活某支已经被红军歼灭的蓝军部队 以实现红军以寡敌众的局面 磨练军人的战斗意志 也考验指挥员临机应变的能力 因此 诸日和演习还有敌在导演部的段子 海军也学习陆军的思维 在最近两年的演习中进行了大幅度的修改 不再像过去一样 搞施军力敌的对抗 而是一样不设预案 搞背对背对抗 同时 改变了过去必须红军胜利的思路 充分发挥双方指挥员的临场处置能力 给双方都配置一定的兵力 并设置一定的战术背景 有双方展开对抗性演练 美国著名将领巴顿曾经说过 训练场上一品拖的汗水 可以在战场上挽回一家轮的鲜血 我国军队也有仗怎么打 兵就怎么练的说法 可见在军队建设方面 训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 可以说训练有素的军队 在战场上才会临危不乱 有张有迟 因为战场情况瞬息万变 如果部队训练充分各种预案都充分论证和演习过 这样的军队在战场上遇到任何问题才不会自乱阵脚 而是会根据原先演习过的方式 快速组织并投入战斗 我军在演习和训练方面是有充分的经验的 当年在朝鲜战场上 我军的通讯手段极为落后 在集合全国的主要装备加强后 志愿军的电台也只能配发到团一级 营零的通讯基本靠传领兵 但是 志愿军各部因为都是当时抗日战争和国内解放战争 抽调的精锐 因此自身素质过硬 虽然多次发生部队在战场迷失方向的情况 但是指战员普遍养成了 往枪声集中的地方前进的行动自觉 因此即使和大部队失散 也能凭借枪声最后找到战场 而这样的部队甚至还会成为战场骑兵 在敌人最不注意的地方突然发动打击 以美军为首的联合国军在很多情况下 就是在这种突然的打击下措手不及而导致崩溃 虽然时间已经进入了新世纪 但是我国目前依然有台湾问题没有解决 我国也是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中唯一一个上尉丸 成国家统一的大国 近年来台湾民进党上台后不断推动台独理念 明里暗里制造两岸分裂 我们更应该加强军队训练 时刻警惕对岸的举动 因为只有人民解放军 才是最能碾碎台独 而美国、日本和台湾方面对东海大引习的关注 也恰恰说明了他们内心的恐惧 明镜需要您的关注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